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古動的雙駐地皮 昨天公布了贏了那個惠德鋒 每一呎的樓面地價大概8500元左右 加上建築費 包括賺錢可能要萬多元 萬三四元 才以後落成那個價格 有網友問我古動的那個價格 成交價這麼高的成交價怎麼看 其實古動是接近深圳 香港人就很喜歡自己計自己的盤數 就是好像打麻將也好 下棋也好 永遠看著自己面前的十三隻牌 上加、對加、下加就永遠不會看的 那個樓價你不要只看自己香港 因為香港已經是內地城市的一份子 它最近的深圳 其實的樓價上一年是升了幾成 四、五成 是不便宜的 深圳上班 它發現原來香港還有這麼便宜的樓價的時候 自然香港的樓價就會吸引到 深圳這些有財富積累這麼多的人 就是賣香港 所以你不要看自己的十三隻牌 你看上加就是深圳 大家現在在等什麼 在等通關 一通關 整件事就會破頂 或者是再增加一兩成這個樓價 我覺得是存在 即是說了很多年 一破了那個城市 中原城市指數的頂之後 有些恐慌性吸納 或者想不到什麼東西 就會爆上來 跟股票市場一模一樣 大家不知道消息是什麼 就是等於暴跌 原來因為就是 中美去脫離的關係 就是中概股 這些事後才知道 反過來 破頂升升一兩成 然後事後就會有人解釋這件事 其實大趨勢已經出現了 出現了的時候 不需要去想那麼多東西 這個是我經常看樓市的方法 今天想說那個股動的那個價格 就到這裡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